各位,今天已經和大家分享了 七個集團已經同意要對俄羅斯的石油 要加一個價格的上限 要限制俄羅斯石油的價格 怎樣做呢? 這裡有一個叫Eddie Fishman 看看他是什麼 他就是Senior Research Scholar 高級研究學者 就是Columbia U Energy 哥林比亞大學的能源部 阿珍就是CNA的SDC CNAS 可能是一個研究部門 也是大西洋組織的Council 也是前國務院負責計劃和制裁的 這是制裁專家 OK 有個制裁專家給大家解釋一下 他就說會怎樣做呢? 這個計劃已經用了很多個月來砌 有很多人認為可能沒辦法完成 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他會嚴重影響克里姆林工的能源採政來源 石油出口 看他怎樣說 我很佩服這些人可以把這些解釋得清清楚楚 但我不太明白 我和大家分享了 大家可以指點指點老葉 他說第一 第一件事 石油是俄羅斯經濟生命之血 來講說 Live Bud 近年來 克里姆林工之中的財政預算 有30-40% 是來自石油的 但是 制裁 使俄羅斯非石油的收入下降了15% 因此石油的收入更加重要 對普京來說 OK 同意 第二 西方的禁運 沒有辦法對俄羅斯石油的財政 拿走少少 搞不定 雖然美國和盟友會限制俄羅斯的能源幾個月前 但是俄羅斯增加賣給中國、印度和其他國家 使得他們賣油的量差不多保持一樣 沒有變度 俄羅斯雖然給了一個很大的回購 通常是市場價的小20元 但是今年整年的油價非常高 使得實際上俄羅斯每個月增加了200億的收入 這些油的盈利 正正可以使得俄羅斯的經濟 雖然在這麼多制裁之下可以捱得過 雖然估計俄羅斯今年的經濟會收縮超過5% 但你看到原因為何俄羅斯的經濟還沒落 原因就是石油 我當這些分析是對的 我們看到一個類似的事件 就是伊朗的制裁 在2012年之前 雖然將伊朗趕出國際金融機構 但是他們的經濟繼續增長 伊朗經濟會跌 只是在美國使得全球禁運伊朗的石油 即是2012年 他當俄羅斯是伊朗 不要忘記俄羅斯不是伊朗 不要緊,我們繼續看 收入等於量成加 成加錢 多謝 這個公式我們要你教 沒問題 多謝 多謝 伊朗的禁運 主要是限制在減少這兩個產油的量上 現在開始有些研究 認為是否應該 除了量之外 都要逼有價錢的下減 量就贏了 所以在限制伊朗時 限量沒有限價 好了 現在 by contrast 現在看看 G7對俄羅斯的能源禁運 今次是集中在價錢上 伊朗每日有2.5萬 桶石油出口 在2012年初 俄羅斯今天每日出口 7.55萬桶石油每日 加上提純的東西 大量減少俄羅斯的出口量 就會少到全球供應量受到影響 因此價錢會推高 G7的限價怎麼做呢 一開始 可能有兩個限價 一個是原油 即是未提煉 另一個是提煉了 什麼時候呢 就是今年12月5日 當歐盟海上運輸的保險到期的時候 開始實行 實際的內容 接下來幾個月會敲定 但我們要知道 G7會禁止任何服務 包括付錢 現售 金融服務 即是交易市場的佣金 Bunkering Piloting等等 for shipments of Russia oil that exceed the price cap 任何的原油價錢 超過這個限額之後 所有對這次船運 就會採取不提供服務 不准提供服務 而那些公司為提供服務的話 那些公司提供服務 又要交一個證明 現在這個運輸是遵守價格限制的 如果美國或者歐盟 發現有任何公司 是亂說價錢 或者提一個假的證供的話 他們會準備要制裁這個公司 制裁就是一支棍 但是這個政策能否成功 就要看Carrot的引油 這就是提供給中國、印度 和其他人買俄羅斯油的 更大的折扣 俄羅斯被你這樣搞 要被迫便宜賣給中國、印度 和我們 中國和印度會否遵守這個政策呢? No way 不會 但是他們會 不 他們會否支持這個政策 不會 他們會否遵守這個政策的話 這個作者認為大部分會 俄羅斯和印度公司是會遵守的 因為如果不遵守的話 就有一個很大的危機 因為沒有辦法提供 unproven insurance 因為沒有證實的現疏 船運等等服務 換句話說 中國和印度的遵守這件事 會否會對中國和印度的利益 會對中國和印度的利益有損害 因此作者認為 這個服從這件事 就不會是一百分之一百 但大致上 會得到 他認為的效果 減低俄羅斯能於石油的價格 會否要遵守呢 於是 他那刻 孟工已經恐嚇 不賣石油 給一些不遵守這個價格 限額的買家 但是對俄羅斯的成本來說 如果俄羅斯關閉石油供應 對俄羅斯更差 莫斯科不能允許沒有石油的財政來源 甚至短時間都不行 所以我們不知道第一開始時的油價上限是多少 但如何選擇油價上限我們都不知道 但我們知道會在俄羅斯生產成本以上給你賺錢 所以俄羅斯會有一個大經濟原因繼續賣油 你不是說俄羅斯不賣油不行嗎 那你不用給它經濟原因賣油 繼續 最可能的結果就是這個政策會生效 就算北京說它不會遵守 而莫斯科說它不會賣油給要守規矩的人 這個政策也會生效 這樣也會生效 北京說不跟進 俄羅斯又說不賣 那怎樣呢 在同一時間 對俄羅斯能源部分的投資限制 會繼續減低俄羅斯的產油能力 會不會失敗呢 當然會 這類的政策是第一個 但在很多角度來說 這個就需要做一個 It requires less of a man to live 他認為這個對於 不用那麼辛苦想的 好像伊朗制裁的時候 那個人就想得辛苦了 這個簡單點 將伊朗的產油量減少了60% 以及將伊朗的收入鎖在一些 在伊朗國外那些 被他們管制住的帳戶之內 他就說拜登政府是值得讚揚 推動這件事 但其他G7也要讚揚 因為他們採取危險的動作 2012年伊朗的油限制是單向的 他們是來自美國國會 因為它對其他國家產生第二輪的制裁 所以美國的盟友都跟隨 雖然他們沒有參與設計 今次對俄羅斯的限價 就受到G7的全力支持 這是很難得 好了 跟大家解釋了 他當然認為可以 這是一個senior research scholar 高級的研究學者 他的東西有多適合 我相信也不用太長時間 大約三個月之後 我也挺肯定 三個月之後一定有結果 到時候大家知道 你限俄羅斯的石油最高賣價 於是俄羅斯不賣給要限價的國家 對沒有限價的國家給一個折頭 這個折頭當然是以當時的市價計 有什麼可能性呢 俄羅斯石油照買 收入照當時的市價 這個所謂限價 對俄羅斯不理你 打折頭給中國印度之類 中國印度就照買 俄羅斯的收入會減少呢 我不覺得會減少 但是呢 歐盟那邊 他們不可能跟俄羅斯買石油 因為俄羅斯不賣給你 他們唯有向其他國家買 向其他國家買買市場價 換句話說 那些國家有在俄羅斯拿到折頭的 那些繼續賺到盆滿、撥滿 對俄羅斯有沒有傷害呢 看看這些賺到盆滿、撥滿的 那些願意賺多少 如果 譬如 不用多說 每一桶賺你二十元 每日俄羅斯七百五十萬桶 七百多萬乘二千多萬 再移到零 一億四千多萬 一日 一日 一億多 被中國和印度分掉 沙特阿拉伯都會拿些 沙特阿拉伯都會分三份 我們每一個國家每日 大約五千兩萬美元的額外收入 會否做呢 肯定會做 所以 這個計劃會否成功 會成功地使到歐洲 倒退二百年左右 這是我估計 現在大家斷猜 這件事未發生 但是三個月左右 他們說是要 十二月五日開始生效 現在九月三日 未夠五日 剛剛三個月左右 我們到時就知道了 當然十二五日之後 開始生效 我們還有一段時間才知道 有人說 你的船沒有保險 拍不到案 俄羅斯的船不用拍去歐洲或美國 這些船是拍去中國 印度和其他國家 所以保險不一定要由美國 或者歐洲公司提供 其他國家提供的保險 和各種服務 所以 這個作者認為 我和很多其他 稍微有些老的人 認為搞不成 現在未知 三個月之後 我們三個月之後 跟大家再報告一下 我將這段影片記住 三個月之後 查回來看看 到底這個人說的話 是對還是錯